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将揭露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英国护士和助产市监管机构NMC 内部竟然充斥着霸凌、种族歧视和无能的毒文化 这份爆炸性的报告显示 NMC不仅对严重的性、身体和种族虐待视而不见 甚至让被指控强奸和性侵的护士继续职业多年 报告揭示了NMC的功能失调 许多优秀护士因小问题被调查多年 而不合格的护士却逃过制裁 NMC内部的员工面临极大压力 从服用抗抑郁药到头发脱落、无法入睡 这些问题持续了超过15年 NMC领导曾未能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导致许多员工和患者陷入无尽的痛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夜聊个透》 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份来自BBC和The Independent的爆炸性报道 该报道揭露了英国国民健康服务 NHS下属的护士和助产室委员会 NMC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员工的心理健康 也对公众安全构成了威胁 首先,我们来看看BBC的报道 一份独立审查报告揭示 负责确保NHS护士和助产室安全的NMC 内部文化有毒 存在严重的霸凌、种族歧视和无能现象 这份报告警告 NMC的有毒文化 对管理和监督这数十万名护士和助产室的组织构成了危险 报告指出 一些优秀护士因为小问题被长时间调查 而一些不合格护士却逃过了制裁 更令人担忧的是 许多NMC员工感到压力巨大 沮丧且缺乏支持 这种情况使得一些员工不得不服用抗抑郁药 甚至出现脱发和失眠的症状 NMC对此深感抱歉 并完全接受了紧急变革的建议 该组织委托前 首席检察官纳奇尔·阿夫扎尔和Rise Associates 独立审查其文化 因为一名吹哨人指控 其未能处理严重的性、身体和种族虐待 报告中提到 有些员工回忆起那些 让公众处于危险中的决策时 情绪激动 甚至泪流满面 报告还指出 NMC有近6000个案件积压 导致一些护士、患者和家庭需要等待多年 才能得到决定 过去一年 有6名护士在接受NMC调查期间自杀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 而来自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进一步揭露了这份报告中更为触目惊心的细节 该报导指出 NMC对一名被指控强奸同事和性侵患者的护士 延迟了7年才将其除名 更令人震惊的是 NMC在知道护士和助产室被指控访问儿童性虐待的A类图片后 仍未采取任何行动 报告还提到 NMC的前几份报告已经确定了自2005年以来的有毒文化的长期历史 但现在问题已普遍存在 审查报告提出了36项建议 包括增加对员工的投资 建立快速处理投诉的流程 设立新的保护中心 并增加黑人和少数族裔管理人员 NMC主席大卫沃伦爵士和前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萨特克利夫 都对受影响的人表示歉意并承诺进行紧急转型 以重建信心保护公众 并确保所有护士和助产室都得到公平对待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次事件的揭露 无疑暴露了NMC管理层在处理内部文化和员工问题上的严重失职 首先 从员工的角度来看 长期的霸凌和歧视 不仅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还削弱了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效率 NMC的有毒文化 使得员工难以在一个健康和积极的环境中工作 这无疑对NHS的整体服务质量构成了威胁 其次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 NMC作为负责监督和管理护士和助产室的机构 其内部存在严重的管理失职和不公正处理 不仅使得一些不合格的护士继续职业 还导致了一些优秀的护士因为小问题被长时间调查 这种管理失灵直接影响到 NHS提供给公众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性 甚至可能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 最后 从系统性问题的角度来看 NMC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反映了NHS整体管理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 报告中提到 NMC的前几份报告已经揭示了其内部存在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这表明 NHS在处理内部文化和员工问题上的机制和流程存在严重缺陷 要解决这些问题 NHS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审查和改革 建立透明 公正 高效的管理机制 以确保每一位护士和助产士都能在一个健康 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中工作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 这份报告不仅是对NMC的警示 更是对整个NHS系统的警钟 只有通过系统性改革 建立透明和公正的管理机制 才能真正保障护士和助产士的权益 提高公众对NHS的信任 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护士和助产士监管机构 NMC因内部存在有毒文化 而受到广泛谴责 独立审查报告揭示 这个负责监管英国国民健康服务 NHS 护士和助产士的机构 内部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 霸凌和管理无能 具体来说 审查报告指出 NMC内部文化有着严重的功能失调 导致一些优秀的护士被长期调查 而真正不合格的护士却逃过了制裁 审查听取了超过1000名现任和前任NMC员工的意见 以及200多名参与适应性听证会的委员的经历 发现几乎每个层级都存在问题 一些员工因为压力大 沮丧且缺乏支持 甚至需要服用抗抑郁药 出现脱发和失眠等问题 报告还指出 NMC内部羁押了近6000个适应性案件 导致护士、患者和家庭需要等待多年 才能得到决定 在过去一年中 有6名护士在接受NMC调查期间自杀 报告中还揭示了 NMC对于某些严重指控的消极处理方式 特别是对性侵和种族歧视案件的处理 比如NMC延迟了7年 才将一名被指控强奸同事和性侵患者的护士除名 报告还强调 在处理种族歧视案件时 NMC持有 一些种族歧视行为 在工作场所之外是可以接受的这种 令人震惊的观点 NMC的高层管理人员也被批评在对待内部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判断失误和有毒行为 这进一步加剧了员工的情绪困扰 报告中引用的一个例子显示 有员工被告知他们被列入了不能晋升的名单 并且某些管理者似乎已让员工流泪未乐 这份审查报告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 包括增加对员工的投资 建立快速处理投诉的流程 设立新的保护中心 并增加黑人和少数族易管理人员的比例 NMC表示接受所有建议 并承诺投入3000万英镑改善员工的情况 NMC主席大卫 沃伦爵士向在适应性调查期间自杀的人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哀悼 并对NMC同事分享的种族歧视 歧视或霸凌的痛苦经历表示深感抱歉 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强调 吹哨人必须能够自由发声 知道他们会得到支持 他们的担忧会被倾听并采取行动 这一报告揭示的问题表明 NMC需要进行深刻的文化变革 以确保其能够有效的旅行保护公众 和支持护士与助产士的职责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份报告简直是医疗界的攻心剂 NMC里的这些混乱比宫廷斗争还要跌宕起伏 让一个被指控强奸的护士多年职业 这是在拍《犯罪心理》吗 这些故事听上去比小说还要荒诞 这个组织的问题 说是医疗界的西游记再适合不过了 这种情况 让人不得不怀疑英国的医疗监管到底是在干什么 还是说这里的领导们都在办公室里玩耍 根本没人理事啊 天书 你这么说有点过分了吧 这不是宫廷剧 也不是小说 这是现实中的问题 但我们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NMC 你知道吗 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本来就非常复杂 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再说了 你有没有看过古代的《大明律》 法条那么多谁能保证每一条都能执行的完美 NMC承认问题并进行改革 这已经是个好开始了 琪琪 你这话真是滴水不漏啊 可是 我们不能对这些荒唐的行为视若无睹啊 6000个案件积压 这是医疗界还是打官司的律师 而且 有护士在调查期间自杀 这样的压力下 谁还能专心工作 再说 NMC允许被指控访问儿童性虐待图片的护士继续工作 这让我想起了 哈利波特 里的巫师监狱阿兹卡班 根本就是个不受控制的地方 这种制度怎么能让人信任 天书 你这么说真的很激进 但你要明白 NMC是个庞大的组织 管理上出现问题是难免的 再者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仅仅在于NMC 还有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你不会真的以为换个领导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吧 这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 他们换了108江 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NMC需要的是系统性的改革 而不是一刀切的激进措施 奇奇 你说的有道理 但这不是什么 《水浒传》 啊 我们谈的是人命 这些护士每天都在接触病患 这不是患谁当头的问题 是整个制度的病态 再说了 这么多黑暗面被揭露 NMC的形象已经毁了 就像《红楼梦》里的甲斧 外表光鲜 可内部早已腐朽 你说系统性改革 那就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否则 这些问题只会重演 换汤布换药啊 天书 我同意问题的严重性 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NMC已经在进行改革 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备 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 也能找到机会翻盘 NMC现在承认问题 接受建议 这就是一个积极的开始 大家都知道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需要时间和耐心 让我们给他们点时间 也给那些在这个组织内 努力工作的好人 一个机会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次可真是英国护理 和助产室监管机构 NMC的大地震啊 这份报告真是爆炸性十足 让人不禁瞪大眼睛 首先 咱们得说这NMC内部的情况 真是够魔幻的 有些护士小问题被查了好几年 结果那些犯了大错的反而逍遥法外 这怎么像是小说情节啊 不过 这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严肃问题 再来聊聊这报告的深刻揭露 NMC内部的霸凌 种族歧视和无能现象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 真实的情况是 一些优秀的护士因为小问题被连累 而一些不合格甚至涉嫌犯罪的却完全没事 好家伙 这是什么操作 更让人惊讶的是 NMC的功能失调已经达到这种程度 甚至有人因为被调查而自杀 这真是让人为之心痛 报告中提到 NMC的案件积压的像是马拉松 近六千个案件还没审查完 这意味着那些等待结果的护士 患者和家庭真是等得花而兜谢了 更别提一些案件被撤销 因为事件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 所以种族歧视啥的就不算数了 这是什么逻辑 这不是明摆着说 咱们下班后想干啥都行 有没有点职业道德了 再看看这儿 对于一名被指控强奸的护士 NMC竟然拖了七年才把他除名 真是让人无语 这样的延迟和逃避责任 让人不禁怀疑这监管机构 到底是在保护谁 报告指出 NMC内部有毒的文化已经存在多年 但一直没有人认真处理 还有那种人们在自己的时间里 可以自由的种族歧视的态度 真的是荒唐到家 最让人捉急的是 报告中提到的功能失调和有毒文化 已经让人们身心俱疲 很多员工需要吃抗抑郁药才能撑下去 头发都掉了 晚上也睡不着 这真的是个非常可怕的工作环境 听到这些 真是让人心疼那些在前线辛勤工作的护士和助产士 NMC主席大卫沃伦表示 他们深感抱歉 会进行紧急变革 这是好的一步 但光道歉是不够的 真正的行动才是关键 报告也提出了36项建议 包括增加对员工的投资 设立快速处理投诉的流程 确保所有人都得到公平对待等 这些建议如果能够真正落实 或许能够给NMC带来一些改变 总之 这次报告真是揭开了NMC内部丑陋的一面 这提醒我们 无论在哪个行业 透明度和责任制都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NMC能够正视问题 进行真正的改革 不仅是对护士和助产士负责 更是对整个社会负责 这次事件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契机 让我们都能在健康服务领域 看到更多的正义和公平 好了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